为啥外国人喝冰水 为没事 国人常喝热水 却未病高发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提到国内外的差异 很多人表示 自己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感受到最大的差别就是 外国人是真爱喝冰水啊 比如日本 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 在餐馆里还是提供冰水 而在英美等国家 孕妇刚生产完就开始喝冰水 看到这一幕 自己都开始打寒颤 其实 外国人爱喝冰水 确实是一个 让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习惯 但很多人表示很奇怪 常年喝冰水的老外 为什么身体还是很健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常年喝冰水 冷水可能会损伤脾胃 还可能引发腹泻 肠胃不是等问题 但是外国人常年喝冰水 杯子放在水龙头上 接了一杯水 直接就能喝 却很少出现胃病 这主要是因为 外国人习惯了 这样的饮食方式 从小开始 他们就喜欢喝冰水 从西方的历史上来看 就没有喝热水的习惯 除了喝酒 就是喝冰水 为此 外国人也因此出现过多次传染病 流行病 到后来 西方人开始重视水源的安全 对所有的饮用水都设立更高的标准 正因如此 在外国水龙头里流出的水 都是直接能饮用的 就算是冰水也不容易 因此出现寄生虫 诱发肠胃疾病 冰水背了不少锅 伤胃 痛经都不怪它 很多人觉得 自己一喝冰水 就会出现腹泻 痛经等问题 所以将冰水 看成是洪水猛兽 事实上 胃部不适和痛经等问题 并不能怪冰水 首先 在喝冰水的时候 经过口腔 食道 胃部 肠道的过度 水温也会逐渐和人体的体温接近 不容易直接导致胃部损伤 诱发肠胃疾病 人们之所以会在喝冷水后 出现肠胃问题 往往和自身免疫力差 肠胃敏感 以及水中有寄生虫等有关 其次 在女性月经期间 喝热水和喝冷水 并不会直接导致痛经 引发痛经的原因是 人体内的前列腺素分泌 刺激子宫收缩 从而带来一定的疼痛感 但是喝热水还是喝冷水 对子宫的收缩 并不会直接带来影响 如果你原本就有痛经的问题 或许要多留心日常保养 做好保暖 身体出现的异常表现 往往和人体自身存在的 一些因素有关 比如 尽管国人常年喝热水 注重养生 但胃病的发病率也并不低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国人常年喝热水 却高发胃病 差距主要有三点 中国人爱喝热水的习惯 大约是从1952年开始的 为了预防不卫生的水源 给人体带来霍乱 异病 提倡喝烧开的热水来灭菌 能够消灭水中的病菌和虫碗 保护健康 但爱喝热水的习惯 并没有降低胃病的发病率 差距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 爱喝滚烫的热水反而易伤食管 伤胃 在我国一些地区 人们喜欢喝很烫的茶水 被称为功夫茶 但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茶水 也可能刺激口腔 食管 为粘膜 在粘膜不断修复的过程中 带来较高的患癌风险 其次是国人存在 幽门罗杆菌感染的问题 这种病菌和喝不喝热水 关系可不大 和饮食卫生 有很大的关系 当你不习惯用公块 和幽门罗杆菌 感染者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受到病菌的影响 更容易出现 胃粘膜损伤 诱发胃溃疡 胃炎等问题 第三点就是 我国自来水和西方的 饮用水检测标准 中国人是从水龙头上 直接借水喝 身体照样很好 这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用水 都达到了直营水的标准 而如果你在国内 直接喝水龙头里 流出来的自来水 只怕要被爸妈打一顿 并且给你深刻的科普一番 自来水是生水不能喝的理念 夏季避暑多喝冰水行吗 三类人不建议尝试 炎热的夏季 有人向往喝冰水解暑的事情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这么喝 有三类人严令禁止 分别是存在肠胃敏感的人群 中老年人以及孕妇 这三类人在夏天 应该避免直接饮用冰水 减少对肠胃造成刺激 尤其是加了冰块的水 孕妇更应该警惕 是否含有里斯特菌 这种病菌可能损伤腹中的孩子 对健康也是一大威胁 这三类人实在是觉得比较热 可以喝一些放凉的茶水 或者温白开 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也能起到避数 降温的作用 总的来说 外国人爱喝冰水 但身体一直很好 这和喝冰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长期喝冰水 也不会给人带来胃病 痛经等毛病 相反 国内外的三处差异 才是国内胃病高发的真正原因 如果你能针对这些问题 尽早预防 更能保护自己的胃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